大家好,我是Kyoko 大家好,來到星期日的會話 我們今天講一下飲品 不是飲品,是關於飲食的日文 第一個就是當你很渴的時候 你可以說 喉嚨が渴いた 就是代表你喉嚨很乾、很渴的意思 然後我想說兩個文型 第一個就是 喉嚨が 是我們一起做那件事好不好 這樣的意思 是有自己的意向的 譬如想跟他一起去飲食的時候 你可以說 一緒に飲みに行きましょう 一緒に飲みに行きましょう 下一個是 如果你不想用喉嚨 你想再有禮貌一點 你就可以用否定人間 就是喉嚨が 喉嚨が 就是有要約的意思 所以這裡你可以說 一緒に飲みに行きません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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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用 這樣用 這兩句 都是同時邀請別人喝飲食的意思 只不過 什麼聲音 你會再有禮貌一點 因為你不知道他應不答應你 你就假設他不答應 先用一個否定 就是什麼聲音 那我說 就是有一點點 我自己決定了 我們去啦 這樣的意思 所以記住 想有禮貌一點的時候 就用否定人家 最後一個要說的 就是 おください おください 那你去買東西 或者喝東西 吃東西的時候 都會用到這個文型 你可以跟那個人說 我要什麼什麼 おください 那就是叫他給你那件事 也是很有禮貌的 所以你可以叫他 給你一杯咖啡 叫他給你 コーヒーをください コーヒーをください 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就是我們今天講了四句的日文 文型 或者是一些叫單句 對 那希望對大家都有些幫助 那下次喝東西的時候 就可以試一下邀請別人一起去喝東西 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讚好一個 還有可以follow我的Facebook IG 下次留意最新的資訊 最重要就是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じゃあまたね 拜拜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你幫忙訂閱我的頻道 左右兩邊是推薦的影片 大家可以click進去看看 還有可以follow我的Facebook和IG 那裡會有更加多日本的資訊 じゃあまたね 拜拜